發明了這個養菇,然後這個協助我們很多農民轉業去做這個養菇的產業 這個對我們國家是一個永續的嗎? 好,我應該先請教一下大家 就像因為當時農委會去鼓勵很多農民做養殖 就造成地質下限,臨邊地層下限三公尺 這個全世界一百個即將消失的地方,臨邊就名列榜上有名 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養菇業,每年砍掉我們國家的那個林業 大概是兩千三百公頃到三千公頃 那臨時所已經研究出,臨時所已經研究出替代的東西 可以來養菇 我的意思是說,主委我還在講耶,對不起 你的數據我希望能夠非常確實 對,地球公民協會提供給我,他們長期都在先做 那個數字是錯誤的 沒有關係 怎麼會沒有關係呢,我們現在講政策編論怎麼會錯錯 不知道你說多少,我們養菇產業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不是,因為剛剛主委佔用了我的時間 我在講話他切斷我的話 地球公民協會 地球公民協會長期做各種田野調查 那我的意思是說,我還是回去 為了養菇的產業 我們必須砍樹 來給這些菇農,然後再砍大種小 種的樹,事實上跟筷子一樣出 那個有水土保持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今天呢,好 你要養菇,要砍樹 你在環境資源部 如果你真的是為了國家 為國為民,為國家永續發展 這個都我們也同意 不一定要把林業局 林務局跟林事署就非給 再把他這個抓回來 未來的農業部不可嗎 不是不是